美国彭博社6月10日报道 原题没有中国 莫迪的就业危机不可能解决 印度总理莫迪于9日宣誓就职 开启新一届总理任期 但其执政能力将落于他的上届政府 主要原因之一是就业 此次选举中 选民们惩罚了执政的印度人民党 因为该党没有创造出一个崛起大国应有的就业机会 印度的就业危机在制造业方面最为明显 近年来印度的官员们一直认为 企业要在风险越来越大 成本越来越高的中国之外建立新的供应链 自然会转向印度 然而除了苹果公司等少数几个例子外 印度吸引跨国公司的程度与预期相去甚远 印度中央银行最近的数据显示 去年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 跌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低点 印度官员口中的下一个中国与令人沮丧的现实之间 存在着惊人脱节 印度的这种低迷与经济民族主义抬头 导致全球跨境投资下降无关 印度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 所占份额也在下降 新德里的过时思维难辞其咎 如今没有一家公司 甚至没有一个国家 能够完全在本国生产高价值产品 在各种游税团体的压力下 印度官员胡乱提高关税 他们增加了对制造业的补贴 以吸引生产商 同时 他们试图将中国公司从本地供应链中剔除 这种做法注定失败 印度的市场规模和深度 还没有达到让跨国公司 把整个供应链搬到这里 为其提供服务的程度 此外 印度官员们必须明白 他们不能假装中国不存在 中国主导着当今大部分分散 脱节的供应链 因此要建立完全排斥 中国企业和产品的全新供应链 可谓难上加难 苹果公司深谙此道 这家美国巨头大幅增加了 在印度的生产和出口 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 是因为苹果推动其中国供应商 也在印度设厂 其他公司呢 印度官员继续告诉本国私营部门 减少与中国的业务往来 拒绝中国公司的投资和技术 只会让印度更难复制他们的成功 印度的许多竞争对手并不这样 例如越南官员认识的要实现经济独立 就必须在中国主导的价值链上拍升 越南官员并不担心从中国进口 这是因为2020年 越南进口的中间产品和服务中 有61%随后再次出口 最近印度对中国投资的规则 做了一些修改 这可能表明印度认识到这一问题 但新政府必须加快步伐 改变做法 否则他将继续难以提供愤怒的选民们最想要的东西